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喜事不断,收到送意的生日礼物,还有三部剧起目 新的一年新气象,新的一天新阳光 的确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都预示着行的开始,新的征程 那么对于娱乐圈的小猴子而言也是如此 他的事业发展越来越顺畅,不仅有了很好的资源 而且被越来越多的粉丝所认可和接受 当然这归功于杨子那优秀的演技,还有就是他比较接地气的一面 低调不做作,为人平和,亲民 所以我们知道杨子的朋友也不少,跟那些朋友都能和谐相处 包括张艺山,李宪等这些伙伴 不过,最近杨子似乎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而且是生日礼物,并且是送意送的 相信很多人觉得有些诧异,有没有搞错 不过,杨子的生日是11月份,这是什么生日礼物呢? 原来事情还得从去年的时候说起 艺人宋艺这样解释的,在去年录节目的时候心情不好 杨子给他拼乐高,这让他的心情得到了舒缓,也很感动 虽然这份自己亲手做的茶叶,礼物迟到了4个月,却很能够代表自己的心意,这有意也太美好了吧? 这一点大家也可以理解,其实杨子和宋艺严格上说是没有任何交集的,当然也没有合作过,但是作为一个艺人,也是一个普通人,他理解每个人的不义,尤其是生活中遇到瓶颈和困难的时候,这一点确实不容易,要知道他是炙手可热的艺人,但是还是这么暖心? 的确,我们每个人都是深有感触,锦上添花容易,而雪中宋艺则是难上加难了,这一点杨子堪称是大家的榜样,尤其是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人,或许对于杨子而言仅仅是举手之劳,但是对于心情低落的宋艺则是不一样的感觉 作为一个艺人而言,宋艺事业发展也非常不错,之前他参演过《庆余年坠序》《猎损伪装者》等,堪称一流的演技,作为一个女星而言,他恰恰是人生低谷的时候,得到了杨子的安慰,真是令人感动 网友看了也表示很感动,看来杨子的事业发展这么好确实是有道理,活该人家事业发展这么顺畅,演技好,颜值高,原来为人处事还这么善良,要不是宋艺这么做, 可能大家都不会知道这件事情,真是让自己善行到处传播了 但行好事,莫问前程,作为一个艺人而言,杨子除了去年的女心理师之外,以及刚刚播出不久的《余生》之外,还有即将播出的《沉香如谢》,以及开始拍摄的《青簪行》和《长相思》 在此,小编也祝愿两个美女友谊长存,真是女孩子们纯真的友谊之花,小编也祝愿两人事业发展越来越好 02.追星星的人宋艺亲手制茶宋杨子,自曝杨子曾帮助自己走出低谷 浙江卫视追星星的人节目中宋艺做好了一罐茶叶,宋艺拿着这罐茶叶说,我这个想寄给一个朋友,他叫杨子 虽然我和他和没有合作过,但因为去年因为一个节目参加一个活动,一起吃饭,一起排练,一起录像 那段时间因为心情不好,然后杨子就叫宋艺拼乐高,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得很舒缓,也很能解压,杨子还陪着宋艺拼乐高,这让宋艺心里特别感动 宋艺也一直想送杨子一份很能代表自己心意的礼物,但一直没有想到送什么 这次在节目中,刚好有这个机会,自己亲手做了这罐茶,就想把它送给杨子 虽然这个生日礼物迟到了大概四个月,但是这个礼物却能代表自己的心意 节目中宋艺带着斗笠,穿着围兜,背着竹框,去山上采茶,茶采回来之后,还要将新鲜的茶进行筛选 把茶叶倒进烧热的大铁锅里,用手不停地在大铁锅里翻炒,让茶叶受热均匀,再这样才能保证炒出来的茶叶口感好 宋艺的这份生日礼物虽然送晚了,但她的这份礼物无疑是十分有心意的 全程亲力亲为,炒制的自己人生的第一罐茶叶,包含了宋艺浓浓的心意 估计杨子收到了这罐茶叶,内心也会十分开心和感动吧 宋艺在娱乐圈也是一个颜值与演技并存的女艺人了 她参演的《伪装者》《庆余年坠续》等电视剧,都因为她精湛的演技而获得广大观众的好评 当年她在《伪装者》中扮演的余曼丽,可是观众心中的白月光,虽然是个女二号,但她却把这个角色演成了女一号 杨子在娱乐圈里的评价也很高,很多和她合作过的艺人,都对她赞不绝口 她不仅仅在演技方面,业务能力十分抗大,她为人也很仗义 她十分热心,对待身处困难的朋友,从来不吝啬地伸出援助之手 杨子积极推荐李线参演《亲爱的热爱的》,李线成为了当红一线小生,当肖战被拳往黑的时候 其他明星唯恐避之不及,杨子和她同台的时候,默默给她加油,刘雨宁还自爆杨子默默给她推过活 不得不说杨子真是一个人美心善的姑娘 宋亦和杨子都是我喜欢的女明星,人美性格好,业务能力也很抗大 希望她们的友谊能长久地持续下去,也希望她们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,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,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,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,谢谢大家